大家好,今天是Freda 今天呢很高兴给大家带来一个新的购物分享 这次要分享的呢都是我最近购入非常满意的一些衣服 还有一点其他的东西 那下面就开始今天的视频正题吧 录视频之前呢刚好收到了一批新的衣服 然后标签都还没有拆 在今天这个视频呢就跟大家一起视窗看看 要分享第一件单品呢就是这个T-shirt 来看一下其实是一个还蛮普通的一个样式的 但是我特别喜欢它的一个颜色 而且它是属于一个比较高领的一个T恤 所以说呢你就可以在下面搭配一些那种比较金属感的项链 戴起来会非常的时髦 它在这边呢有一个小小的那种刺绣的在这边 可能是它的品牌名 然后这个衣服呢我买的是XS嘛 当时我买S嘛它是版型偏大的 那这件背心是我刚收到的吊牌还在这边 它这个颜色呢也是属于比较流行最近的一个来卡色 也蛮欧美的 我买它的主要原因呢就是我很喜欢它两边这样子的一个抽绳的设计 它就是抽起来呢可以变成一个短款 平常呢也可以作为一个长款来穿 它这个背心的版型呢也特别好 也看到前面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挖领的 背后呢是这个样子的就穿这个衣服呢 它完全不会显妇孺 然后质感啊质量都很不错 弹性呢也很大 这次呢我在他们家还买了蛮多衣服的 我觉得很惊喜没有失望 面料很舒服 是比较薄的面料穿起来不会热的 我现在手里拿了这条背心针制裙呢 看着是平平无奇的样子 但其实呢它是本期我最喜欢最推荐的一条裙子 这个裙子呢就是我其实以前很少尝试 因为之前有踩过雷嘛 像这种裙子的版型是非常重要 还有面料 一般就之前我穿的裙子啊 它会有点勒到你胸这边 要不就是妇孺 要不就是那个你穿的那个胸罩的印子会勒出来 要不就是它腰这边呢它是不够紧的 就是特别的那边会显出来一些是平的 所以你穿上去呢根本都不会显瘦 反而是显胖的 还会显小肚子啊那种的 好这条上升就是一上升我就感觉 哇太绝了 这个裙子就是特别好 能把你的那个身形勾勒出来 而且有一种修饰身材的感觉 这边妇孺呢我现在就不会担心 就整个穿上去呢又显胸又显屁股 真的爱死了 好这条裙子当时我买的时候呢 价格也很便宜 只要一百多块钱吧 就觉得真的超值 它还有一个黑色的 我觉得这种灰色的穿起来呢 就显得很中性 你可以搭配那种高跟鞋 平时通行就OK 然后也可以搭配那种运动鞋 看起来也很有街头感 就是穿上呢 就是穿上这一件 就基本上你的outfit就可以 你可以出门了就很方便 这个裙子呢 就是大家看看我的上升图 就知道了我真的超爱它的 这台一件呢是我已经有穿过 而且很喜欢的一个倒三角的这样一个背心 然后这个背心呢我很喜欢的地方呢 就是因为它的版型 它是一个三角形延长的嘛 所以会在视觉上让人的那个身材 看得非常的修长 会有显瘦的作用 而且它本身是一个黑色的 它这个衣服呢除了这个版型之外呢 你这样侧背看它其实是一个盗领 然后就会显得这个衣服会有那种高级感的质感 然后它这个背心的面料啊是一个醋酸的料 醋酸呢是算一个比较好的面料 如果这个衣服呢是用雪纺做的话 我觉得它质感会大大折扣 这个衣服上升呢不会因为说它是黑色或者档领呢 而觉得穿起来很热 它这个面料的上升呢是很清爽的感觉 这件衣服呢日常呀派对或者是通行都可以穿 是一个就是比较百搭的单品 然后我穿上身我感觉自己就是那种 走在路加水的高级白泥那种感觉 在同一家呢我还买了一个搭配穿的 这样一条黑色的西装裤 这个西装裤它是有两个版本的 我买的是高妹版本的 这个裤子呢它的下摆有一个比较大的开叉 然后再加上它的面料用的是比较轻薄的西装料 所以上升夏天穿完全就是很凉爽的感觉 然后这个裤子的版型做得很好 它有一个非常上升呢能看出来一个非常明显的腰臀比在这边 它这边是有一个这样扣子扣过来的 所以说走的不会说走的走的 会这个拉链会拉开这种尴尬的情况 好这个上升的效果呢就是显得你的腿聚长聚直 就是非常的显身材 搭配我刚才那个背心的一套很好看 还有一件呢是这样子我买了一个比较短的一个白色的背心 它是短款的这样就可以录一节腰出来 会显得整个人的那个搭配更好看 但这个我拿在手上呢它是那种属于比较干爽薄的料子 我觉得会有一点点透 我现在已经感觉到了 整体呢下面也是那种没有锁边的设计 我现在拿到手上感觉到时候试一下吧 这件感觉没有特别满意 这件呢算是我买的第一批秋装了吧 它是这样子一个偏米白拼上一个咖啡色的这样一个长袖 也是比较偏短款的 它这个面料还蛮有意思 是不是那种类似于华肤饼干的那种瓦格的质地 是有一丁丁的厚度的 质感的话比较一般了 线头比较多一点这件衣服 在同一家呢 我还买了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个米白色的一个背心 这个版型我也是很喜欢 大家看一下 就是它的那个妇容 它就不会显移 不会勒出你那个胸罩的形状 整个就是版型啊 还有面料也是很舒服 很薄 但是并不会透 背后呢是这个样子的 非常百搭的一个版型 它这个背心配套的呢 还有一个这样同色系的运动裤 然后这个呢是有带荷包的 这点很好 它这个裤子的版型呢 是那种比较宽的 就是穿起来呢比较居家 比较放松的那种感觉 它里面呢是那种这样子的毛巾 类似于毛巾面料吧 上身一套穿起来 就是超好看的 大家说这套白色裤子呢 其实已经入手了好长时间 一直忘了跟大家讲 这套裤子也是我入手以来啊 最近以来就是 特别喜欢的一条牛仔裤 就它这个颜色啊 就是非常重要 它是一个本白色 有点曝光 不是那种荧光啊 或者是那种 比较偏黄的白色 就做得刚刚好 整体的版型呢 也是非常棒的 是一个直筒裤 然后上身之后呢 腰臀的位置都很合身 整个就有那种美式休闲感 然后整个的做工啊 五星都是非常棒的 他们家这个裤子 我觉得入手了好多 超喜欢 下面来介绍一下 最近买了两件外套 其中一件呢 其实我在夏天就已经买了 但是我想着 就是要到入车的时候 再跟大家介绍 现在终于到了这个时候了 超级热的 记得给大家分享 这件西装外套 超喜欢的 这个吊牌呢 我还一直抱留着 准备给大家介绍的时候看 哇 这个西装真的太好看了 如果说刚才那条背心 真的准确说 我最喜欢型装的话 那这个西装 就是我本期视频里面 最喜欢的一个外套了 就是他们两个 就并列第一吧 这个衣服啊 我是在我自己特别喜欢的 一个博主 色创造品牌那里买的 它这个衣服呢 我特别就是惊奇的一点哈 就是我买的呢 大家看一下 你知道我买什么尺碼吗 猜一下在这边 OK 一二三我买的是XS嘛 就是他们的尺码真的是有点偏大 而不是我想说我想买这个XS嘛 因为我平时买西装最少就是M码嘛 是英文 就当时他们卖太好 只有这个尺码了 是收到了我就很惊喜 因为在网上就看到说 他衣服质量很好 而我收到之后呢 是觉得质感真的是可以的 就是他想做的衣橱 是让人可以一直穿的嘛 然后这个衣服呢 我觉得是有资格的 大家看一下 赶紧看一下它的质感啊 就它的那个缝纫啊 还有那个枕烫啊 还有这个擬型做的都非常棒 主要它这个面料颜色呢 真的很高级 因为它有很多搭配 都是有配上它自家这个西装 放一些它的美图给大家看一下 再加上我的上身图 大家可以擬心的种草一下 另外这件外套呢是一如既往 我很喜欢的一个皮面的外套 它是一个比较机车感的 我们看一下 它这个皮应该是PUP 我买的尺码是S码的 但是我刚才有偷偷上身一下 我觉得可能M码会更好看一点 因为像这种类型的衣服 我觉得是买大不买小吧 它整体的那个质量呢 也还挺不错的 这边这个拉链呢 是一个双向拉链 所以说你可以上下都可以拉的 整体呢我觉得还不错的感觉 到时候看一下上身效果怎么样吧 整体的版型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做工也还可以 下面跟大家推荐两款 最近有在戴 而且配戴起来非常舒适 又好看的日泡 那首先呢 是我今天戴的这一副 大家看一下 然后在日泡里面 我觉得算颜值不错了 而且它戴起来很舒服 有一点点轻微的扩筒效果 就算我眼睛不算很大人呢 戴起来不会那种很夸张的感觉 它是它的名字叫什么Color Baby吗 我不太清楚 就长这个样子 到时候我把那个名字写在哪边 带看一下 然后它的花纹呢 是这样子的 还有一款呢 就是这家呢 它的日泡会比较贵一点 然后这个会比较划算一点 所以我平时这个戴的比较多 然后这个呢 戴起来也是很舒服的 它加特点呢 就是它这个日泡 会做的比你的眼球 稍微小一点点 所以说它有个很自然的一个黑圈 你本身那个眼珠子的颜色嘛 就很很自然的 很很什么 就非常自然的一个 混血的效果 然后我这个是绿色的 我有买棕色和绿色的 我自己实际配戴的效果呢 我觉得棕色呢 会更加日常一点 那这个绿色呢 可能更加适合有妆容一些 那这款日泡呢 真的是我觉得 谁带都会非常好看的 一款日泡 化妆品的单品呢 我最近买的真的很少 但我昨天就是 有买到 收到3CE的这个眼影盘 真的太好看了 就是我对这种色系的搭配 就是毫无抵抗力啊 真的太好看了 因为3CE家眼影 说实话做的还不错 它们的彩妆线做的都还不错 就是晕起来呢 整个的粉质还是很好的 我今天的眼妆呢 就用这盘画的 它的那个粉会有一点飞 但是整体很细腻 很好晕软 而且它的配色做的 真的很出色 大家看一下 它是有好像 四个哑光色 然后有几个亮片色 它亮片色做的 也很贴心的是 稍微有一点亮的打亮色 有那种 加深浓阔那种 阴影的亮片色 还有一个特别亮的 这个 这种 金宝 可能说它唯一一点的缺点 我就觉得 它的那个重点色 做的颜色不够重 还有一个呢 就是 我即将要出一个视频来讲它的 是 Huda Beauty 给我寄的一个PR礼盒 然后我有用它们的 那个唇部产品 我很喜欢 一个呢 就是我今天用的这个口红 它的口红这些呢 做的都是那种裸色系的 然后这个呢 是我现在涂的这个 它这个口红呢 就是跟润唇膏一样 超级的润 就是会让你 有那种 剥料酸 打过嘴巴的感觉 会很风满 还嘟嘟的 很喜欢 然后还有一点呢 是它这个 唇线笔 我昨天就是 突然卸妆的时候 才仔细看一下 它那个领盒里面 有放了一个说明书 我才叫原来 它是有玄机的 它不只是一个 唇线笔 这样剪的 但是我只是觉得 颜色好看嘛 就很顺滑 我能说 怎么削呢 原来它后面 有带了一个 削笔刀 在这边 你看 等一下 你看 它是这样子的 一个小小的削笔刀 这个设计 真的有太有必要 就经常就是 因为纯线笔用了 之后没有削笔刀 然后就放到那边了 这边一个削笔刀 然后它这个前面 是不用削的 是直接 转就可以了 你可以转出来一点点 这个就很方便了 而且它的颜色呢 就是 很顺滑嘛 涂出来 就这样很顺滑 然后它稍微干了一点之后呢 它的颜色 也不会那种很容易的掉 好 OK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边结束了 分享了一些 我觉得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些小宝贝们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你的观看 拜拜